宏宇,请问一下,你为什么想要做离开格子龙淡机更自由的DFC的研究呢? 因为近年来我们发现鸡蛋的淡价不断攀升,我们想要了解其中的原因 好,那蔡宇,请问一下,你开始研究这个议题之后 你发现关于台湾的鸡蛋饲养问题,你发现了哪些问题呢? 台湾的鸡蛋饲养有格子龙饲养,而格子龙饲养呢,对鸡非常不友好 因为呢,它们让二字四字鸡生活在只有A4大小的笼子 会造成鸡的直角垫矫直化,也会使鸡下蛋的时候呢,没有隐私悬 就像人类上厕所的时候不关门一样 然后呢,呃...就这样 好,那湘婷,请问一下,那你们针对的这个... 问题啊,你们做了哪些事情? 我们在科学园员会上介绍鸡的饲养方式 也请同学填问卷,然后我们还带当小助教带营队的同学去农场 好哦,谢谢你 那...请问一下,优萱 那你们做了这些活动之后,这些行动 你们觉得有帮助解决这个... 不友善饲养的这件事情吗? 有,经过这次活动我们给同学们写了很多表单 我们也知道他们对鸽子龙鸡蛋的了解 还有他们也比较支持去购买友善鸡蛋 好哦,那让大家对于友善鸡蛋更加认识这件事情 可以为蛋框这件事情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呢? 因为鸽子龙鸡蛋他们压迫了母鸡的空间 所以呢,他们每天每只鸡蛋的产带率就有0.52颗 而友善鸡蛋的产带率就有0.8颗 然后友善鸡蛋的成本并不会比鸽子龙鸡蛋的多多少 所以呢,建议去买鸽子龙,建议去买友善鸡蛋 好,那吉妮,那你觉得这些做这些行动之后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子的感想? 就是你对于蛋鸡啊,或是对于一般周遭的同学 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 更多人了解友善鸡蛋的重要性 还有蛋的销售旅令 减少去购买鸽子龙鸡蛋,让鸽子龙里面的鸡蛋可以释放出来 让它们更自由 让蛋鸡更加自由 让蛋鸡更加自由 然后我们,那我们有得到什么好处吗? 我们吃到更健康的鸡蛋 好 好 我们吃到更健康的鸡蛋